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风水的入门意识更加了解 当然还有需要很多贡品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看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贡品 我们现在介绍这些贡品 当然第一件事还是我的那句老话 风水一定要用金螺盘 不可以用黑螺盘 金螺盘就是看洋宅的 那么首先就是香蕉 香蕉有些人会觉得说 香蕉是不是要黄色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香蕉 其实香蕉这样子的香蕉是最好的 最好的为什么 因为它有那种扶手的感觉 就是有握紧的那种感觉 香蕉青色是OK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能够绑上红布 或者是红丝带 或者是红纸都行 这样子是对的 非常正确的 那么下来就是这个苹果 因为制作组的经费不够 现在苹果又贵 所以我们的苹果就用比较小的苹果 不过尽量将来以后 就是大家在HTB也好 在公寓也好 在私人屋也好 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是私人屋 我没有办法跟 其实公寓HTB都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个苹果 要大力一点点 大力一点 再大力一点点 就是它的哥哥就很好了 它的哥哥就很好了 因为制作组没有费用 所以就用这个也可以啦 也是不错 几粒呢 五粒啊 当然是要五粒 看到吗 这些水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洒的 那个甘露丸 甘露水不是 这个是真的是在下雨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今天的天气是没有可能下雨的 但是在通圣的计算 是应该要下雨才对的 所以这是很好的 好 来 发膏 发膏 一定要记住 发膏 越大越好 随你 随你 越大越好 这个发膏有一个点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就是 就是在我们拿了发膏之后 这个是不外传的 就是我自己的家我才这么做 别人的家我是不帮他这样做的 到时候大家要记住 你们的家也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不用请风水师 你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做风水师 当然 如果可以请我到你家帮你这样做的话 也应该是不错 不过价钱很贵 看到吗 这叫金箔 不要以为我这样拿金箔是很容易 其实很不容易 金箔你的手真的要很巧 很巧 很巧妙的手 然后把我们的发膏 贴在中央 贴在中央 一试一试就好了 贴在中央 当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那叫顶上发财 这种叫顶上发财 非常漂亮 你看风又来了 我们只要按一下而已 你看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天了 怎么样吹都吹不掉了 但是这个是不能吃的 千万记住 这个发膏是特别不可以吃的 一定要让它在我们家发 因为今天是刚刚拿锁食嘛 我们开了门之后呢 放在家里面让它发 发到不清不楚 那么之后呢 应该怎么做 就拿到树下了 发到不清不楚了 就拿到树下了 好 很简单 好 这个orange 这个orange 这个就很正确了 就是不要有brand 不管是什么brand 就要把它撕掉 不要有brand 可以的话呢 当然最好就是绑一条红布 红布是很麻烦 如果不嫌麻烦 那就绑一个红布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今天这样 这些全部都是正确的 另外呢 一定要准备金箔 一定要准备金箔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矿泉水 大家看啊 还有这个矿泉水 这矿泉水一定要新的 要新的 OK 黄梨非常重要 黄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黄梨 不管是什么国家的 大概是这样 底下如果有脚 我们就把它给掰开 就这样放 让它站得住就可以了 站得住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还有一个就叫五色米 这个五色米 是从西藏 每条一个颜色 都需要活佛他们的加持 很多喇嘛的加持 所以你不要这样小看那么一点点 我们用手这么拿一点点 一撒 可以供养 最少都一千个众生 所以他们见五色米 就好像我们女孩子看到这个大减价 所有的东西五十八千折扣 LV五十八千折扣 哇 开心的不得了了 这个等于是这样子了 明白吗 就好像男孩子突然间送你一个 哇 很开心 他们见到五色米就是这么开心 所以就不会起恶念 他们不会好像我们身边的冤亲债主 我们撒一点点的话 一点点 医院青债主就消 就会消除 这是很好的 明白了 好 首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我们家外面的时候 在公寓外面 HTV外面 当然私人屋你可以走进来 在还没有进门的时候 我们先把水倒在中央 倒在这个地方的中央 这样子就行了 然后呢 就拿这个黄梨水 泼大门 现在我们去泼一泼那个大门 KX正觉五色米 能够驱邪 净土 取恶灵 祈福 帮忙逢凶化吉 可用于祭拜神明祖先 和清静家宅 以获吉运 好 首先我们如果不会念经 我建议就心平气和 泼一泼就行了 好 如果不会念经 那么会念经的话呢 念黄财神咒 好 默念 好 念完了财神咒之后呢 就可以泼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开了门之后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就是把保龄球 那黄梨 推进去 我从来都没有教人家这么做 外面在谣言说 我教人家这么做 没有 好 千万不能这么做 所以今天 跟大家说清楚了 如果觉得还不够 哇 要旺一点 那当然就水要放多一点 再继续 为什么要买两粒黄梨呢 买两粒黄梨的原因 是因为希望夫妻两个一起泼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 请男主角和女主角 就一人拿一个 泼 但是泼的时候 要注意 两只手 不要单手 两只手 这样子泼 好 你不要把这个黄梨整个泼出去了 要拉紧 好 那我们就请男主角和女主角 来一起泼 好 来 站这里 就来站一边 男左女右 男左 男左 不要喝太多 会醉 好 洗一个叶 准备好了就 一 二 三 破 老婆比较客气 可以了 可以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洗门 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叫洗门 洗门 洗门 洗淫门 就是我们把门也洗干净了 现在我们就要 记住 如果有两边门的话 我们还是要以正门为主 那么我们从正门走进去 就把这些东西呢 主人就把这些东西 开开心心的拿进去 那么我们拿进去的时候 才做准备 好 可以了 这个就是钥匙 钥匙一定要包金箔 就这么包 很简单 就这样包 就可以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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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电话 好 这个门也要开 好 等一下 KX 新正觉百宝草 功能是除汇气天急韵 最好每天早晚用来冲凉 使用范围广阔 比如工作不顺 压力沉重 夫妻常有口舌 儿童和老人受到惊吓 都可以早晚用来沐浴 新家拿到锁食 可用于清洗新宅 参加丧礼和到医院探病过后 回来用正觉百宝草 冲凉可去汇气 新年大扫除至宝物 用来清洗整间家 吉祥如意 你要脱鞋 脱鞋 脚鞋 在 正宿参加盖 我看一下 门 什么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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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怎么样排 就是这个发膏一定要在上 居上 那么这个是 我们说是香蕉 就是招发的意思 那么旁边两个大森林 两个大树 这两个大树是代表什么 就是忘来的意思 迎接开门的意思 这样子走进来 当然orange代表平安 苹果代表平安 orange代表大棘 最重要就是这个 这个金箔 这个金箔很重要 每一个金箔都要知道说 我们把金箔 金箔有很多种 我们买那种可以吃的 去药材店也跟他说 金箔要可以吃的就行了 这样子 这个金箔 几片都行 几片都行 十片 二十片都可以 我们就这样 把金箔放下去 金箔 金箔其实 有时候我们好像每次说话都得罪人 或者是需要用到口才的一些公司 一些员工 你们可以每天早上把金箔放在我们的舌头 但是那个金箔要好的金箔 放在我们的舌头是可以吃的 金箔是可以吃的 小孩子如果吃金箔的话呢 晚上就不会提哭 不会容易惊吓 好 有定神的 但是你要买到真正的金箔了 好 这个就是金箔了 这样子放 放了之后怎么做呢 我们五行当中说金箔水嘛 有金就要有水 就把水倒进去 你看很漂亮 倒满 这样子 这倒满 水放一边 这个就是金箔水 每个人呢 都知道 一间家 尤其是新家 HTV或者是公寓 我们都很担心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管有没有 我们只要把大门啊 把窗口啊 打开就OK了 在之前我们一定要建议 我们建议最好了 也不是说一定要 不要用盐米啦 不要用盐米来撒 这是不好的 盐米会使他们永不超生 如果真的有的话 他们就会有怒气 所以我们用五色米是最好的 那么五色米 这个五色米 记住一点点就好了 不用太多 一点点撒整间 那么我们开始撒的时候呢 千万记住 不要念经 因为五色米已经是很好了 你不要再念经了 就直接这样撒 这样子 那么一点点就能够供养 一千位众生 那么我们就把五色米 先放在这里 先放在这里 对我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很小包的五色米 但是对于那些 无形众生来说呢 这个等于是一个 很大的银行库 财库 对他们来说 是吃不完的财库 等于是container的话呢 是可以说是一亿个container 对他来说 所以这些 我们不要用脚去踩到 也不要跨过去 就这样放着 等一下呢 做好了之后 我们才整间才撒 那么 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 如果还有剩这个金箔的话 还有剩金箔 我们建议 要土生金 这里还有两片 刚好 我们可以做土生金 怎么做土生金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个黄梨 把它给切 切掉 这个叫做有头有尾嘛 那么我们把黄梨给切掉 怎么切掉呢 我们拿着黄梨 去一个比较容易切的地方 把它给切掉 好 KX天以贵人 可遭贵人天好运 每个初一十五用来粉烧 可获贵人的扶持和资助 切记 不可在地上直接粉烧 好 怎么样切呢 我们千万不要用刀 千万千万不要用刀切 就直接的 这样子切 OK 那再来一个 很简单的 一点都不痛 当然你们在切的时候 自己可以喊 可以喊 什么都行 就这么切 就这么切 好 很简单 OK 好 看到吗 这两个 这两个呢 夫妻 老公 老婆 就去磨一下 那个门牌 好像这样子 好像毛笔一样 磨一下他的门牌 当然这里的门牌就两个号码 不过也会开的 是不是 所以就磨一下 那么平时 我们如果在家做的话 也可以磨头 但是一打开了 就磨头 磨我们的这个印堂 好 那么 之后我们还要放水 放水了之后 可以撒枕间 夫妻要这么做 撒枕间 开开心心的撒 放矿泉水 撒 放矿泉水 撒 撒枕间 枕间都撒 好 这是代表幸福的意思 好 那么之后怎么做呢 就把这个拿去种 撒水了之后拿去种 好 拿两盆 两个花 花盆 再拿一点土 好 放在里面种 就可以了 你们拿去磨一下 你的门牌 这个拿住 好 好 谢谢 好 那后面 对 拿去磨一下 OK 肉 撒了水之后呢 整间家 全部都撒了水之后 这个 这两个 就要种在里面 就要种在里面 这么种 好 种 它不可能会开一个黄梨给你 所以我们就浇水 种深一点点 然后就浇水 就是 这个也浇 那边 浇 这样子 就把这两盆 随便放你 加什么地方都可以 但不要放在家外面 不要放在家外面 尽量放在家里面 好 就是这样 好 刚才我们有说 土生经 哪里找土呢 这个就是土了 土生经 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 叫土生经 然后怕它飞掉 飞走 我们把 这个水呢 倒在里头 它就不会了 好 这叫土生经 土能出黄金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金箔要买多一点 最后剩两片 就是要给我们的大地的土 好 这个叫土生经 这个 这样子 看到吗 这个土比较湿 所以就不用放水 好 这叫土生经 KX三河九星 招财经 可用来加持已有的三河金卡轮 还可用于新年祈福 用于加持已有的三河金卡轮 可在农历正月初一十五的任何一天内焚烧 新年祈福可招财 招安康 但是要在正月的十五或正月十八焚烧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莲花 这不是普通的莲花 这个我们叫做八吉祥莲花 八吉祥莲花 你们也可以在家自己做 就是心不可以有杂念 也不可以再看电视 就是你要好好的折这个八吉祥莲花 边折最好就是播一些财神咒 或者是佛说保身头的宁经 对于那些生病的人呢 你也可以放那个药室咒 自己会念更好 不会念就播音乐 边听边折 边听边折 不能听电话 不能说话 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就要把它给好好的折完 如果说折到一半的时候 电话响呢 没有关系 听了电话之后呢 在心平气和的再继续折 不是全部打开 所以折莲花真的很不简单 但是大家要记住 在新家不要用往生纸 不要用金子啊 这些来折莲花是不可以的 要记住 那么这个八吉祥莲花 看到吗 我们折了八吉祥莲花之后 这个保证是我们念经 边念边折的 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 这个就是吉祥咒轮 吉祥天母咒轮 那么我们就后面呢 一定要有这个 嗡嗡嗡的这个盖章 一定要有 然后嗡嗡嗡的盖章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朵莲花变成 无量的莲花 就是变成千百亿朵莲花 不是单单我们眼睛看到的一朵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之后 这样放 很简单 放了之后呢 就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大家可以买了之后 可以自己摆 这些都是属于咒轮 都是属于百分之百的咒轮 而且大家注意看 每一个咒轮 都有盖印 每一个咒轮都有盖印 保证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咒轮 百分之百 那么摆设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这样 把贵人 贴在这个财富咒轮上面 那么还有一点 咒轮 还有一个这个 钥匙咒轮 这个是化病的 招财化病的 这里就是我们家 在这 就算我们没有拜神 在这十年内 十年内 这个诸天神佛都会来 十年内是一包 看看现在有多少包 那至少都百年千年 所以这个呢 就把它放在底下 然后把金贵人 一定要用金贵人 金贵人非常重要 用金贵人放在上面 然后再把莲花 八极香莲花放在这里 那就是OK了 那就打功告成了 那么这个字是一个什么字呢 这个是一个米 这是一个米 五股丰收的意思 当然现在不用种五股 但是这个是代表 五股丰收的意思 那么就是一个十字 然后中间就四点 这个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摆在家几天 最好三天 因为这些是五路八方 八方财神 八方贵人 都会涌进 就是会来看 有经过的神佛 他会来看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米字 是我们人间 所以为什么要放在土的底下 就是这样 这个土的上面 上面就写一个米字 但是在天神有天眼通的人 他们看这个就好像是一个莲池大海一样 莲池的大海 然后有很多莲花 这个的含义 那么有些人担心说 哎呀金言啊 二黑啊 五黄啊 三煞啊 你们有了这一套之后呢 注意看这个莲花是九朵莲花 也就是画掉那些五二黑啊 五黄三煞的 那些三臂小人啊 那些全都会帮你们画 所以要放三天 放三天 打个比方 如果三天忘记怎么办 忘了 那五天 五天忘了呢 七天 七天忘了就九天 就不能再忘了 九天后就可以烧 三天后都可以烧 五天七天 就是单数 我们选单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属于阳数 双数是阴数 单数是阳数 所以要记住 好 KX8吉祥沐浴露 可除晦气 增祥韵 沐浴不单只是为了清洁身体 它还包括了放松精神 去除不洁之气 还可促进睡眠 让你天天吉祥如意 好 我们之后呢 我们之后呢 就用五色米 撒一下 五色米撒一下就行了 有些人说 需不需要用香来擦 需不需要烧精子 千万不要 千千万万不要 我们就这样摆设就行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所有的不干净的东西 包括我们这条街 我们这条街 有很多 听说有很多什么不好的呢 全都会赶走 全都会很不赖利的叫他们走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九朵莲花 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莲花 为什么 刚才说过了 因为那个咒轮后面有盖一个 翁阿轰的印 那就是三尊大佛的印 所以会把我们的莲花 生成无量无边的莲花 那么这个莲花有多大呢 因为有翁阿轰的印 符咒的印在里面 所以这个莲花 比这个Changney Airport的更大 它几乎就是一个大的Changney Airport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观想的时候要知道 那么其余的这些呢 我们就撒整间家 就撒整间家 那么我是今天就破例 就帮他们撒 撒整间家 到时候你们自己的家 就要自己撒了 记住撒的时候一点点 撒的时候一点点就够了 当然如果你有很多五色米的话 你可以大胆的撒 可以撒多一点 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撒 就撒一点点就行了 开始撒的时候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都要撒脚头 都要撒脚头 那么还有剩的话呢 就再撒 整间再撒 那么如果我觉得撒得很好 明天想要再买大包一点来撒 也可以 但是撒了之后呢 我们就尽量不要进来 一天两天 再加上那个莲花的话 说三天就不要进来 先让它温一温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五天七天都可以记住单数 我们要这样子做 一点点就够了 这样子够了 这样就很多了 非常多了 不要大胆的撒 那么其余的才一点点的慢慢的撒 撒到整包撒完 然后这里呢 只要看到一个脚 我们就撒 这些楼梯也要 这楼梯一点点 一粒也行 记住 这样子 那么就一直沿上去就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